要说到童年 公正国小现在也正在找回许多老人家的童年 将在10月18号举办创校70周年校庆 校方是特别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 并且动员学校的小记者 组成了校史学生工作坊 在现实馆的协助之下 收集了许多公正国小的历史老照片以及故事 并且在今天举办成果发表会 一起来看看公正国小创立当年的模样 看着一张张的老照片 记录当年公正国小的创立和建校的故事 这些照片都是来自于宜兰县现实馆 老师们也指导学生来担任公正小记者 进行访问校友 还有看照片写故事 期盼既有这些活动 让全校的师生更加了解到学校的历史 也让学校相关的史料收集得更加晚辈 让我不禁好奇起来 早期女生上学的风气 是不是还不新生呢 从现实馆的网页直接下载下载 而且是完全开放授权 那张华老师们就不用为了准备这些课程 花很多时间去找在地的资料 那这部分资料点是现实馆把菜准备好 帮老师准备好 老师可以自己下载下载 然后作为自己教学的使用 那让每个老师去在课堂上去发挥他个人的创意 所以借由这样的活动就是让小朋友有不同的多元体会 也是我们7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的一个特色方式展现之一 对就是由小朋友来带动整个校室 对学校有更深一层的研究 不要只停留在校室 永远是比较支撑校友的回忆 希望小朋友也能进入到这个世界沉浸在学校的历史里面 另外还有校友邱哲峰老师对公正国小的校哥来进行改编 并且捐赠给母校 邱老师将校哥带入现代的流行点数 有摇滚版还有抒情版等等 我们有一个想法 大家在看演习攻略或看偶像剧的时候 总会记得他的主题歌曲 可是我们的校哥一定要那么呆板吗 不一定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比较活泼的 或是很爵士的或是很轻松的 当夏天的时候有个轻松的版本 可能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可以用 可是当打扫或是冬天的时候 有个暖暖的钢琴的版本可以去聆听 这是我当时我最大的一个想法 公正国小用心规划一系列的70周年校庆活动 主要是想邀请校友们在10月18号一起闻娘家 共同欢庆公正国小的70岁生日 公正月七十 10月18 欢迎校友回两家 宇安新闻记者蓝湘如采访报道 innen 宇安新闻记者蓝湘如采访报道 clan 村 李utz July 李伦 李三 和